在擁擠的小空間 88歲的裁縫師傅 殷家萬 有些蜷縮的身子 顯得更加的嬌小 他一針一線親手縫 或用裁縫車車線縫製 殷家萬在13歲時 來到上海 從叔叔的學徒起家 裁縫記憶累積長達75年 他縫製出無數 合身細緻的旗袍 穿過殷家萬旗袍的 名媛藝人有港姓劉嘉玲 奧斯卡影后楊子瓊 還有阿姐汪明泉 汪明泉甚至成了主顧 是殷家萬長達30年之久的 忠誠客戶 寫下去順順 漂亮不漂亮 這樣就寫了 殷家萬的上海寶新時裝旗袍 店鋪貼滿當年港姐選美的照片 嘉莉身穿的旗袍 出自她的記憶橋手 殷家萬甚至被電影圈網羅 由王家衛指導的花樣年華 主演的張曼玉 連換了二十多套戲服 無論是工作或上市場購物 展現了60年代的香港時尚風華 也描繪女性為情所困 以及為愛而美的內心糾結 螢幕上的旗袍風景 身為服裝製作團隊成員之一的 殷家萬功不可沒 隨著時代推移 穿旗袍的人少了 殷家萬說 過去一天做三件 現在一週有三件就了不起了 縫製旗袍的師傅也跟著減少 目前香港僅剩十多名旗袍師傅 和全盛時期上千名師傅的盛況 不可同志而語 店鋪一間一間的收 目前殷家萬還有少數的中時客戶 偶爾也接單 為年輕的新娘縫製旗袍禮服 哎呀真的很難說 希望有人繼承 因為她有很多學生 她有勤力又教人 她也有很多學生 當然不值得了 你說起來我都有點顏色 歲月催人老 殷家萬也不得不認老 勢力和體力大不如前 她決定做完手上十多件旗袍之後 就正式退休 但是殷家萬 暫時還不會和旗袍斷舍離 她定期教授學生 將一身手工技藝流傳下去 藉由學生的手 讓傳統旗袍縫製技法 能夠繼續地開花結果 公視新聞 張淑芬編譯 公視新聞 張淑芬編譯 則心利 分明